昨天给你们讲了一台宝马的523就是我帮长存车友淘的这么一台11年10年车流的宝马523 昨天我给你们留了个彩蛋今天告诉你们 最后啊我跟你们解答解答这个彩蛋到底是什么 然后昨天呢给你们讲了一下就是这个级别BBA级别当时年代的C6版本的奥迪A6 然后奔驰的W212还有我身后的这台F18底牌代号的宝马5系 他们三个应该是同一年线的 但是我昨天说顺嘴了说了个C6版本的 其实是C7版本啊 我发现是不是也顺嘴了 反正今天正好有一台C7版本的奥迪A6 和我身后这台F18底牌代号的宝马5系 奔驰翼呢啊我没有车 所以我给你们讲不了奔驰翼 但是吧还是他们杀今天给你们对比对比 唠一唠 当时那个年代他们杀里边为何宝马5系那么优秀呢 为啥他俩就不尽人意呢 到底咋回事 跟着我的视频慢慢往下看 首先呢跟你们说一下啊 C7版本奥迪A6是E2款 E2年开始才有的 这个呢是一个E5款的 就是中期小改款之前的版本 但是其实它的动力总成跟E2款的时候是一样的 它这台车呢是2.0T渦轮增压 E888二代发动机 然后是CVT的变动箱 模拟八速啊 然后同时期还有2.5的 就是我之前给你们讲的2.8发动机改进之后啊 变成了这款C7版本奥迪A6搭载的2.5V16发动机 它是V6的 然后这台宝马5系呢 它是R6的 就是直列6缸 直列6缸呢 就是6个小伙一排啊 在那做运动 然后这个V6呢 就是啊 三个小伙 旁边还有三个小伙啊 就是一排三个啊 他们在一起工作 就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论爆发力讲呢 啊 我跟你们说 就这台宝马5系直列6缸 它的动力输出要更加的 比V6的发动机突出一些 因为它是直列6缸的设计 虽然很赞发动机舱 但是这台宝马5系最大排量 能放进去什么样的发动机 就是4.4T M5那台 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然后它俩之间 还有奔驰E 如果是舒适度的话 我总跟你们说 宝马5系 它这个舒适度好 好在哪呢 它这个座椅的长度和宽度 和这个靠背的角度啊 非常的逮劲 虽然这台车是523领先 它没有腰托 但是对于我这一个199斤 九头分的身材来讲的话 坐在宝马5系是比较舒服的 但是啊 奥迪A6这台车 它也挺逮劲 逮劲在哪呢 这台车适合就是 身材比较娇小啊 个头不是那么大的 车友们坐进去 因为它这个座椅 它设计的 就是这个座椅有点短啊 前后就短 我做这个奥迪A6呢 它这个不能完全把我的腿给撑脱住 所以说你要是身材比较小 巧玲珑那种类型 做奥迪A6也得劲 奥迪A6这台车呢 我认为是这三台车里边最好上手的 因为方向盘特别轻 要比奔驰一局 还有这个身边的宝马5系方向盘都要轻 但是这台车被什么东西给拖下水了呢 就是我指那个啊 变速箱 这台CVT的变速箱虽然很省油 动力线型也好 但是兄弟们 你们知道CVT变速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的缺点就是抗扭率不是那么太强 所以说奥迪A611888发动机 它的马力可以放大很多 但是在这台变速箱 它的匹配之下 它不可能把它的马力完全释放出来 还有它的扭矩啊 然后这台5系呢 搭载的是8ATZF的变速箱 然后发动机呢 它是宝马自己家的 所以说它这个搭配的 它们仨啊 还有奔驰一 它们仨里边最得劲的就是宝马5系 动力总成这一块 如果说宝马5系 它排第二 奥迪A6跟奔驰一级啊 它俩不敢称第一 然后为什么我没说奔驰一级呢 我好好跟你们说一说啊 因为我得冲着你们说 因为讲到奔驰啊 我得脸对脸 跟你们好好闹一闹 说完了他俩的动力总成之后 奔驰一级的动力总成 我最后说 当时的奔驰一级 它是M271的发动机 1.8T涡轮动压 这款发动机呢 早期版本是机械增压的 后期改良之后变成了涡轮增压 这个发动机小毛病也有 我之前给你们讲过很多 其实这个发动机是完全没有任何毛病啊 无论是动力啊油耗啊这方面都可以 但是奔驰啊 它那个变速箱 我就感觉反应就是有点迟钝你知道吗 就感觉如果说我身边的这个宝马武器 它的变速箱就是我现在18岁刚出头一个轻壮小伙子 那奔驰那个变速箱当时是七速的啊 然后前一年10年时候是五速的 咱就说这个七速变速箱 它这个七速变速箱就感觉就是 我左脚六右脚七 完全就就就这么跨跨的感觉 你们知道吗兄弟们 就感觉中风了一样 它反应总是比人家慢办法 你就像奔驰的很多车型 这AMG啊这高性能车为啥它就跑不过啊 2S系列的奥迪还有宝马的M系列 都是因为它那个变速箱啊 太蠢了 不得不说奔驰就是它自己家那个变速箱啊 给它拖累的完完全全没有一点优势 但是吧那台变速箱稳不稳定 其实挺稳定的 无非啊就是时间长了之后 一档三二档会有顿错一下子 然后再就是啥呢 你急加速的时候 它反应总是慢办法 无论是你用的Sport模式 或者是Sport加模式 可能油门辞制少那么一丢丢 但是还是给人那种一种慢办法的感觉 所以说宝马 你看看学学人家 你自己变速箱造不出来 自己变速箱不行 你就安排一个ZF8速的变速箱 它跟宝马自己家生产的发动机 那么一配合 那简直就是满满等等 然后反正奥迪A6这个变速箱也一般 CVD变速箱我从头到尾 说了这么多期视频 我都说这个变速箱我是不怎么喜欢 是吧 然后奔驰一级做起来呢 刚才没讲 再给你们说一遍 奔驰一级做起来呢 大家都说做奔驰嗨宝马 奔驰一级当时的W222做起来各方面 我个人认为是不如武器的 但是每台车它都有它的优点和适合的一部分人群 如果说你是一个娇巧玲珑的 你这个这个宝马武器可能感觉还硬 所以说因人而异 每个车它都有每个车的优点和缺点 咱不能把它一下给缩死 对吧 每个人也有每个人喜欢的品牌 咱也不要抨击这些个品牌 有啥说啥 我的观点只限于 我这英俊潇洒的脸和整个九头身的身材 照这个比例说的 所以说你们是什么样 还得是看你们自己的亲身体会 但是综合来讲 武器 我觉得拔拔地 一点毛病都没有 然后彩蛋 昨天给你们留那个彩蛋 今天跟你们说一下 昨天我说的这台武器是不是12万公里表显 是吧 这台武器确实是12万公里表显 但是它的实际里程数是28万公里 全程塞电包样 在今年的企业份 刚刚做了一个全车的大宝剑 什么呢 就是全车油腿撸了一遍 而且是在塞电撸的 这个就是一手车一手车主兜里还不差米 对自己的爱车满满又等等 所以说这台车你看它现在28万公里的工况 要比我前几天给你们拍的那台178万公里 12年的宝马523 它的工况好了 多了去了去了多了 内饰也好 整体的发动机变动箱工况也好 开起来真的感觉不出来它是28万公里的车 但是现实就是如此 它就是28万公里 耶稣说的不好死 对不对 明明白白 葛那摆着呢 很多人对这种大公里数的车 对吧 有一些偏见 但是吧 因人而异 有些时候 你想想吧 原版原期5万公里 一手车 再加上这台车特别便宜 这种车很多人之前找我要过 让我帮他逃过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又便宜 然后呢 公里数还少 原版原期的这种老年线的宝马5系 你那有吗 我想让你帮我逃一台 我跟你们说 二手车这个东西啊 第一不可控 第二 你不是每台车都是一模一样 你不像新车似的拿出来 是吧 配置一样 公里数都是零 都是新车 二手车每个人开车的方式不同 再就是 你就十年前的BBA级别里边 他电脑他都有适应 他车主驾驶习习惯这种功能 所以说 每台车它的供况也完全不一样 你要说 非得找一个 你心目中的那台二手车 兄弟 行行吧 去买台新车 或者是你当你找到这台车的时候 所有条件符合了 但是就有一点不会符合什么 就是 价钱 真的有点吧 你没必要啊 车这个东西 二车这个东西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工况 这台车是用来开的 不是原版原期公里数少 让你停在家里天天看它的 车这个东西是服务于你的 不是你天天服务于车 对吧 你只要对它好 它也对你好 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状态啊 不要把什么原版原期这些东西看的太重了 你把这个东西看的太重了 你就去买个新车 新车它原版原期 新车它就是像 除了价格贵 对吧 哪都好 谁不喜欢新车 我也喜欢新车 但是在我没有买新车能力的前提下 我整台二手车我开一开 我感觉我也不丢人 是不是 每个人选择不一样 所以说建议喜欢玩键盘 而且病得不情需要看大夫的人 世界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说你天天说这说那的 你没事把这些宝贵的时间啊 留住了 行人行人 这些你看不上的车 你自己有没有 或者是你天天张口闭口说 人家买那个车不值 怎么怎么地的 你 行人行人家开启那车了 人家那钱咋正的 而不是你天天对着屏幕 敲键盘 呵呵跟他傻乐 感觉自己是个人物 你说你再不醒醒 没人能救得了你 哎呦 真是脑瓜疼了 我不是觉得这些键盘侠们可恶 而是觉得他们 可怜 真可怜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